我们现在来讲川普的事情 这个川普的事情很麻烦 非常麻烦 这个因为涉及到什么 涉及到明年2024年的大选 这个大选你知道美国总统出来 对全世界对美国都有很大很大的影响 那么今天就川普而言 这是他怎么讲 整体说是再多不愁 他今天被起诉的这件事情 是有关于1月6号 2021年的1月6号的事情 我们现在讲2020年1月6号的发生 到底发生什么事情 就是从川普来讲 他自己觉得在2020年选举的时候 大选的时候 他觉得他应该会赢的 他做得很辛苦 当然被骂了很多 两次弹劾他 一个是有关于乌克兰的 另外有关于俄国的间谍的事情 所以两次弹劾他都没有过 然后中间还有一些大堆奇奇怪怪的事情 所以就川普来讲 他过去四年做得非常辛苦 他也觉得他做了很多事情 特别是在新冠过程当中 包括下令疫苗的培养 这个加速的研究等等 所以他觉得他应该没有功劳 也有苦劳他应该会赢 可是到当天开票 11月8号开票的时候 对他来讲好像是突然之间翻盘了 所以他觉得非常愤怒 他觉得愤怒 他真的觉得有诈 一定会搞 一定会搞他的 一定会搞他 所以他一直认为说 这里头选举是有诈的 是有骗人的东西 这个骗人的东西 我觉得这个事情 这个事情讲起来又是另外一件事情 但是我们今天暂时先不提 就是说川普觉得这个是有问题 他说他没有办法接受 这个败选的事实 所以他跟周围的人讲说 我不可能会输的 如果你们知道 你们大家以前跟我讲的 我不可能会输的 所以从起诉告示 是说他从11月开始 一直到2020年的就职典礼 2021年的就职典礼前 这段时间川普要做什么 川普起诉出基本上 控他四项罪 这起诉基本上做的就是说 川普对于败选这个事情 败选的这个事情 他明明知道 他明明知道他自己败选了 可是他forsify 他告诉大家他没有败选 他自己知道他是输了 但是他告诉大家他没有输 因此他要大家配合他 一起来挑战这个大选 那么挑战怎么挑战方法呢 他设计了各种不同的方式 各种不同的这个不同的挑战 他这个方式 那么最后我们所看到的方式是什么 就是1月6号那天 一大批人要冲进 冲进这个国会里头 要推翻正在进行的这个 这个大选验证的结果 就我们刚刚提到 每个州报复了多少票 然后50个州合在一起 然后宣布总共多少票 如果超过307票 就表示这个人 得到这个主要的这个多数 那么你达到了这个207票 你达到了这个总统候选人这个票数的话 你就宣布给总统 所以那天是在唱票 在计票的这个接管 那最后的结果就是 川普这票人冲进去了 要把这个这个唱票的结果打断 打断说你们不能干 你不能干 今天就没办法宣布总统 然后没办法宣布总统的话 那也许各地各地就两派就吵起来了 因为你们怎么可以这样做 你们怎么可以这样做 所以各州可能就产生暴动 如果产生暴动的时候呢 川普就为总统啊 就下令部队戒备 可以进去镇压或者是维持秩序 那么这样子一来的话 那么这个就可以说明说 这次的选举可能无效 或者这次选举有问题等等 他就你就你知道 他顺着这个意思走的话 那么他就可以这个继续让总统 或者说我们重选一次 是这样子的一个盘站走的 当然在这个 在这个1月6号之前 他当然又设计了一些情况 因为可以设计哪些情况 所以才能够造成1月6号 会有让潘思那时候主持 这个验票结果的副总统 他有理由可以说 这个票有问题 是这样的意思 那么所以检察官就是说 你明明知道这个选举是输了 但是你还告诉别人说没有输 然后你骗这些人一起来帮你 来推翻这个大选的结果 所以你这个是诈欺 你这个诈欺的对象是什么呢 你诈欺的对象是诈欺政府 诈欺政府 第二个 你在这个disruption 这个government preceding 就是政府正在进行这个办公室的 正在办公室的时候 你要我们来唱票干什么呢 你鼓动一票人 你鼓动一票人进去 去阻止这个东西 所以他把这个整个过程中 四项罪就把它 把它这个罗列起来 那总共的结果大概是 可以判他50年左右 如果他现在在70几岁 77岁50年 就表示说他不必出来了 这当然是假设的情况 所以昨天就是在这个时候 正式宣布 那昨天当然 这个我们再判一下 这个 然后既然宣布了 所以昨天这个特别检察官 Jack Smith Jack Smith就在这个 在这个司法部宣布 那昨天其实非常快 就是昨天是礼拜 礼拜二 那礼拜二上午的时候 这个检察官 特别检察官 就召集这个大陪选团 然后你们 我们把这个证据都给你看了 你们决定一下 川普是不是有罪 所以很快的 大概在下午 差不多两三 三十四点的时候 这个大陪选团就决定说 川普有罪 你说这个四项罪 我们都同意 川普有罪 川普有罪 你可以起诉他 所以在去 昨天下午 差不多三四点的时候 就出现这个事情 所以川普在那个时候 就发推文了 他说我即将被起诉 我即将被起诉 所以那时候大家都知道了 我即将被起诉 什么时候被起诉 我不知道 结果到差不多六点钟的时候 到五点多钟的时候 这个Jack Smith就说 OK告诉大家 我六点钟有记者会 那在这之前 当然就宣布了 已经说了 川普将被四项罪起诉 所以这个是昨天 所以你可以看到 所有的新闻台 直播室 什么的全部都涌到 司法部那个地方去 听这个事情 因为这个案子是由哪里的 是由华府的大陪选团 他们来着急的 来着急来决定是不是 在大华府来讲 绝大多数的这些人 都是讨厌川普的 所以你在这个十个人里头 你大概找出八个人 来做陪审团的话 那这八个人都说 川普有问题 所以一般来讲的话 川普的律师就会说 不行不行 你这些陪审团都有问题 我们要换个地方 换个地方审 所以这个是明天 讲到这边就是明天 明天下午大概四点钟的时候 在这个华府的联邦 这个district 连帮的这个法官 会出来主持这个过堂 那过堂你就会看到这个情况 川普是不是要戴手铐 他怎么进场 这些事情就会又会成为 一个戏剧化的这个场面 那依照来讲 川普会否认有罪 我不承认有罪 你们要怎么办 就开始审 所以这个当然 这个法官呢 不会说你把你抓起来 这个把你这个拘留 然后你交保金 大概不会做这些事情 因为毕竟他还是前总统 所以法官会定下一个下职出庭的时间 所以律师会在会张罗这些事情 所以这个目前是行进了 那么这个法官呢 这个主审这个法官 我忘了他名字了 这个女法官 这个非洲裔的法官 那他是抽签来的 在这个整个DC 这个法庭里头 这个法院里头 大概有将近24个这个法官 这个法官都是由不同的总统 欧巴马任命 川普任命 因为联邦法官都是由总统任命的 然后经过这个参院许可 那么这个法官是欧巴马任命的 那么据说呢 他是一个非常判刑 非常严肃的人 在他手上 因为在1月6号 1月6号当天去冲进这个 这个国会里头的人 有很多人 大概不计其数了 他们后来大概起诉了将近快600个人 这600个人都被起诉 都被定罪 有的罪很轻 有的坐个十天的牢 有人坐一年多的牢 像这个Ostkeeper就坐得比较长 大概三年到四年就比较长 所以他们这个 就包括我说的 这个妨碍公务 然后破坏公务 然后阻碍司法 这些罪名 有的很轻 但是呢 但是那个时候呢 就是等于说在那个时候 1月6号之后 等于联邦调查局要 他们真的倾全力 到全美国各州去找这些人 然后去用那个 包括连人辩识啊 什么之类的 找出来谁谁谁参加了 所以各地那个时候 都有人跑来这边 川普的支持 都跑来 等于说参加英勇军 来抗暴来的 那所以他们现在 扎了600多个人 然后几乎都判刑了 那么这个法官 就是明天要审立法官 据说是判刑最严重的 别人 本来这个 那个联邦检方说 大概只要一个礼拜就好了 那不行 这个人太严重了 这个人破坏社会 要摧毁民主 而且用暴力的方式 要摧毁民主 要加重刑期 所以这个人基本上是 大家那个川普 这样心里都有数了 这个是一个punishable about January 6 最严肃的一个法官 所以明天 但是明天不会有任何事情发生 基本上就是一个过场的情况 在随后的一些事情 会产生包括川普的律师 譬如说他要做很多motion 我们要换到别的地方去审 还有做一些这个证据 不能够承认 什么这些事情等等 这个法官大概就说 不必不必都说 全部都给他否决掉 所以就会证明说 川普会在BC受审 什么时候受审 现在还言之过早 好 那我们先过来讲 这个政治性的 政治面这个事情 政治面事情 大家都在讲 今天包括纽约时报也说了 纽约时报说 你看他这个起书书 我们刚刚给大家 看到这个起书书 大概将近45页 45页这个起书书 其实不是很长 有的起书书更长 那45页起书书里头 我跟我同事摆着 他特别对川普这个名字 用大的字 用特大号的黑体字打出来 被告川普 Donald Trump 这个就有点特别 这个就有点刻意 因为如果看多了这些 所谓起书书的 对于被告 很少用这么大的字 单独一行这么大的字 给你打出来 就好像你怕你会 看不到这个Donald Trump 这几个英文字一样 这是一点 另外一点 这里头的内容 他们说这个内容 几乎 纽约时报的标题是说 It's heavily rely upon The January 6th committee report 意思是说 我们记得在前年 坦克川普国会 不是在民主党控制的情况下 你记得吗 在前一年就是2022年 其中选举之前 其中选举之前 那个时候是由民主党控制众院 是波罗西老太太 作为这个议长 所以他可以控制众院 控制众院就可以弹劾川普 就可以调查川普 最后达成弹劾川普的这个目的 然后再送交参院 那参院不管是什么结果 那是另外一回事情 但是在众院来弹劾川普的 这一段过程 就已经制造足够的新闻量 能够影响很多人 对川普的这个观感 所以有一个这样子的政治性的目的 政治性的目的 那么现在呢 现在这个情况下就有人说 他说你这个报告 你这个起诉书 基本上都是抄这个东西 那也就是说 这个Jack Smith这个特别检察官 他这个起诉书 基本上都已经准备好了 因为你基本上是照抄的 没有太多的这个变化 那你既然照抄的时候 你为什么早点宣布起诉川普呢 你等什么等呢 你为什么不在去年就开始宣布呢 你为什么这个时候宣布呢 所以这里头宣布起诉川普 这个本身就是一个政治性的判断 什么时候宣布他 他如果跌倒的时候宣布 我等于是说 我等于是个落井下石 这种方式来做的 那么另外还有个解释是说 这里头啊 昨天这个公布的起诉书里头 还有六个所谓 Col conspiracy Conspirator 就有六个共母者 他没有把它点名 都没有点名出来 可是呢 大家如果根据这个起诉书的内容 你去对来对去的话 你就发现 这第一个 第一个所谓这个共母者 就是这个前市长朱利亚尼 所以今天朱利亚尼跳出来说 你这个起诉根本就是个迫害 这个第一修正案 这个言论保护 你这个完全是这个蔑视宪法 那么他就否认了 否认这个第一个Conspirator不是我 我没有收到任何传票 我也没有收到任何通知 那么第二个是伊斯曼 伊斯曼是另外一个川普的律师 这也是不知道哪里冒出来的一个人 那么这个人主要是替川普设计 怎么样能够推翻这个大选 包括我们这个外围的这个各州的 各州的这个作业 你知道那个时候当然是就是说 我如果怀疑这个州 譬如说密西根州 或者是这个宾州 我怀疑宾州有做票的话 那么宾州开出来这个票 我就不承认 那么根据这个选举人票的规计 就是说假定这个州 譬如说纽约州 纽约州只要有一方胜出 就比如说川普胜这个拜登 或者是拜登胜川普 只要胜一票 只要是赢一票 那么这个纽约州的这个三十几个 这个所谓这个候选人 总统人选票 就要全部归这边 就是赢者全拿 这个意思 所以你在决定这个州能不能够赢 就可以决定你这个赢者 可不可以全拿这个选举人票 所以川普的意思就是说 还有这个我们刚刚讲的 这个伊斯曼的律师说 你们到各州去挑战一下 看哪些州最奇怪 它是不是有做票的嫌疑 如果这个州有做票的嫌疑 那么我们就要求这个票都是假的 这个假的话 这个票就开不出来 开不出来的话就没有选举人票 那么这样就可以帮班斯 在1月6号决定的时候 这个州没有票 我们暂时不计 如果有四个州到五个州不计的话 特别几个大州不计的话 那就达不到所谓307票的选举人票 所以不管谁都当选不了了 谁都当选不了 所以这个是原来的一个计划 但是这个计划在各州都垮掉了 因为各州的众议会也好 参议院也好 他们经过州的法院批准之后 结果都发现这个票都没问题 都可以报上来 都报上来 所以在前置作业的时候 就没有成功 所以到最后 推到最后 就用最后的办法 就是冲进国会 阻止这个选票 所以这个计划 伊斯曼是负一个很主要的 不过他自己最后也觉得 这个好像不太能够成功 另外后面还有好几个 总共六个人 其中一个最奇怪的就是 这个Sindy Powell 这个女律师 大家叫她什么海妖 女海妖 这个不知道哪里冒出来 一个形式律师 好像是南方南边的 乔加州的形式律师 他跑出来说什么 开计划会 说这个当时的计票器 计票器 这个Dominion这个公司 计票机是他们做票的 他们不但做票 他还帮委内罗拉做票 还帮中国什么的 这里头背后有中共的 中共还有委内罗拉 独裁者的这个背景在里头 他们拿着外国的钱 搞了一大堆的东西 说这个Dominion 就是他们 他们这个计票机 开票机 在美国各州 都有这个 都有他们用他的这个计票机 所以这个票有问题 他出来开了一个记者会 那人家说不可能 这怎么会这么 你不光是这个 就是交标来找这个公司的 那这家公司 有这个技术等等 后来结果发生什么东西 发生结果是说 结果福斯公司 就倒了大煤了 为什么这个福斯公司 一直在报这个Dominion 这个票有问题 而这个机器有问题 最后呢 接着今年 这个Dominion出来 告这个福斯公司 要他赔十几亿 十几亿的钱 结果搞了半年 就把这个福克斯的 这个当家主播 这个Carson 就把他干掉了 就是你扯了 你真的扯了祸了 因为这个关系 所以他们要告我们 我们跟你签约 你赶快离开好了 把你解约离开好了 就把福斯公司的当家主播 八点党最红的当家主播 Tucker Carlson 就把他开除掉了 就让你到别的地方两块 所以这样子才跟这个 所谓Dominion这个原告 达成和解 你不要再追我了 我喷一点钱就算了 所以你看这个Dominion这个公司 当时被诬告的很容易 大家都相信 特别专谱的支持者 都认为说这家公司在作票 那么就是这个女的律师 出来主导这个事情 所以今天也把它列为 所谓Coconspirator 当然现在还没有完全 正式对号 不过就我们刚刚说的 就是你从这个起诉书里头 他描述了这些过程 你就知道你不是他还有谁 就这样 所以这有一个六个人 那么我们刚刚就讲到说 那现在可能是 为什么这个时候宣布 有可能是因为这六个人 还没有搞定 这六个人 随着随着也会被 正式把它化名 变成这个被告来起诉 或者这个时候 跟这六个人在打交道 你们两个人 你们这六个人 要不两个人出来 背叛川普 你们出来作证 就是川普叫我们做的 我们根本不知道什么 然后你们就换取 减期刑期 什么这些事情 所以有可能在这边 还在继续 working on这个 deal 但是大家现在认为 特别是共和党人认为 就是说你这个就是 就是这个 你这个司法部 你现在搞这一套 在这个时候搞这一套 你根本就是政治运算 为什么这么说呢 那我们这个 我讲到这边 我们大致上 就把这个川普这个事情 先搁在这边 就搁在这边 就讲到说 为什么这个时候要推出 这个控告川普的这个事情 这是共和党这边认为的 我把这个情况给大家报告 那共和党认为什么时候 你这个转移注意力 转移目标 为什么呢 就礼拜一 今天是礼拜三 就首先是宣布川普的这个 这个 这个起诉 那么在礼拜一 发生一件大事情 这个大事情 主流媒体报的很少 或者不强调 或者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 另外一个角度来报 就是在众院的时候 众院这些人 这个共和党不是一票人 他们昨天找了一个人来作证 这个人叫David Archer 这个David Archer 这个人是什么人 就是这个Hunter Trump Hunter Biden 就是这个总统的儿子 这个宝贝儿子 他的这个生意合伙人 就两个人就是好朋友来的 就是一起做生意的 每天在一起的 他找这个人出来作证 这个人出来作证做什么呢 因为拜登总统是说 一直这么说 我儿子做的生意跟我无关 我根本不知道他做什么 我从来没有跟他谈过任何事情 拜登不管是在大选 就是跟川普那时候大选 或者是在随后的这个事情 哪怕到前几天 前几个礼拜他都说 我儿子的生意我根本不管了 他跟谁做生意 关我什么事情 我都不知道 他一直这么说 结果这个David Archer 昨天出来作证 别的先不说了 他说至少有20次的时候 我在跟Hunter在一起讨论 电话上讨论事情的时候 那个老拜登 他就在旁边 他不是在旁边 他就是电话插话进来 或者是我们在远距交话 至少有20次 我们在谈生意的时候 他都在旁边 所以他昨天基本上 是把这个重要的事实 就是先刹破 拜登这个说法 如果我儿子做了什么 我都不知道 不是你都在场 20次你都在场 好了 那现在20次 这个拜登在这边 在场做什么呢 做什么呢 那么昨天他开这个听证会 这个共和党开这个听会 只是闭门听证会 就是共和党的几个重要的议员 还有委员会主席 再加上民主党的人 民主党的人只去了一个人 只去了一个人 不知道为什么民主党不派 不派多一点人去 只去了一个人 这个人叫Goodman Goodman是纽约市 我们这边 他的选去包括华府 包括我们这边 加拿大华户 这个Goodman 他是代表进去听 那这个人原来是 弹劾川普的律师团这一 就是共和党这边 民主党这个地方 他弹劾川普 在上一次 弹劾川普的主要的是法律顾问 所以他很有经验 他搞得知道这个什么事情 所以你看得出来这件事情 就是说民主党 他知道这个事情往下走 往下走 就有可能会触及到弹劾 弹劾拜登 因为儿子的关系 所以他现在找着这个人去 当然他还有别的人去了 但是这个人年轻 你讲的话 Goodman相当年轻 大概40多不到50 所以他必须要有一个人 先了解这个情况 一开始就了解这个情况 另外 然后这个Goodman就跑出来说了 他说你们是共和党乱讲话 乱讲话 你们没有任何证据说 拜登总统有参与他儿子的生意 他在那边只是问问 跟人家聊聊天 天气好不好 他在那边talk about weather 天气好不好 你们那边天气怎么样 几度啊 温度多少度 他根本没有参加任何生意上的讨论 他就是过去say hello 他这个话就让共和党听到 他气死了 他说有这种重要的这种 你儿子的这种生意 而涉及到跟外国这么大的交易 而且还有政治上的问题 你作为副总统的 那个时候他是副总统 你副总统进去 每一次20多次 你都进去跟人家 问人家天气好不好吃饱 没有这件事情 有可能吗 那不可能吗 共和党的意思说 你根本坐在那边 你就是为了干嘛 你就是为了要有一个压阵 让对方知道 你的这个儿子 这个Hunter在这边做生意 做不成 没有办法的话 他后面有他爸爸在 所以他们昨天说 他这个主要Hunter Biden 就是卖的一个brand name brand就是B-R-A-M-D 就是这个品牌名 这个品牌是什么牌 就是这个Hunter牌 就是这个Biden牌 所以他只要打这个Biden牌出去 人家根本就是不看 不看儿子面 就看老子面 一看你这个爸爸 是Biden副总统 没事 什么事情都搞得定 你知道 HIGHEST LEVEL OF UNITED STATE GOVERNMENT 到了美国总统 最高的这个政界 所以昨天 昨天这个听证的结果 听证的出来 讲了很多事情 讲了很多事情 其中这个事情 就让人家知道说 OK 你这个Hunter 你是用你老爸的面积 在外面招摇撞骗 或者是说 你在外面做生意 借用你爸爸的牌子 这个好像都没有问题 或者是说都在灰色地带 因为你现在 没有人说有证明 说Biden真正有介入 某件这个生意里头 不可能 但是这里头有好多家生意 包括跟俄国之间 包括跟乌克兰之间 包括跟塔克斯坦之间 包括跟中国之间 都Biden都在 都在这个电话现场 有人说他直接在旁边听 有人说他在旁边 所以他从这个Biden 这个Biden自己本身神经命 他丢掉了一个所谓Laptop 他这个Laptop就是一个手机电脑 里头有一大堆的这种 Tax Messaging 还有Email 还有一大堆不堪入目的照片 跟他自己吸毒 什么跟妓女来往 一大堆这些资料都在里头 这个资料被当时 就是在2019年的选举的时候 跟2020年时候 被美国的情报界说 这都是假的 全部都假的 这是恶国人栽赃的 这是恶国人所谓Disinformation 用来干预我们美国2020年的选举 所以这你不能信 所以那个时候即使把所有的这些情况 乱七八糟的东西都倒出来的时候 美国的情治界 加上美国的主流媒体 都说这是假的 这是恶国人在干预我们的选举 所以都不能信 所以这个全部把它扫到一边去 如果那个时候 这些东西都能够公布出来 而都能够报道的话 广泛报道 而且做质询 这个Biden是绝对选不上的 我们不能说一定 我们希望川普会赢 我们只能说 如果这个出来的话 任何有知识跟良心的人 都会觉得这个总统 这个总统有问题 他将来当选的时候 绝对会被别人勒索的 因为他很多把柄在人家手里头 这种人不能当总统等等 但是这个事情就没有发生了 没有发生 现在这个情况陆陆续报道 陆陆续报道出来了 所以这个共和党 等于说是这个2021年 这个期中选举翻盘的 翻盘的情况下 然后共和党又回来了 所以美国这个政党轮流监督 就是这个意思 我把你过去做的黑的事情 我全部给你挖出来 所以共和党上台之后 就开了很多听证会 就把这些事情 全部给你拉出来 拉出来 今天拉到一个关键 拉到关键 这个所谓 他过去的这个情报 这个生活上 生意上的这个工作伙伴 还有很多照片 你看到这个拜登 儿子 还有这个Archer 还有这个乌克兰人 你们都在一起吃饭 打高尔夫的照片 可是拜登从头到尾说 我根本不认识 我也不知道这些人 我跟我儿子的生意 都没有来往 这完全都是说谎 好了 那昨天这个情况就是说 OK 我们证明这个事情 证明这个事情 而且进一步还说什么 进一步说什么 就是说有一次 其中一件新闻就是说 这个那时候乌克兰 乌克兰就是还没有 还没有开战 还没有打起来 在拜登 在这个乌巴马政府里头 拜登是负责处理乌克兰事情 就拜登 那个乌巴马什么都不管 所有跟俄国 还有乌克兰之间 全部交给拜登管 所以拜登就是老大 他说话就是他做主 你不必打电话给这个 打这个乌巴马去问 所以呢 所以在当时有一笔将近10亿元的 这个军火援助要给乌克兰 要给乌克兰 乌克兰那个时候正在乌东 就是乌东这个地方要跟俄国人正在开战 要夺魁这个土地 这个地方 那么如果没有美国这个钱的话 乌克兰会很辛苦 那等于说就是乌东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就给俄国人拿走了 那么拜登这个时候就有一个要求了 我们现在后面知道 这个知道当然现在还没有百分之百阵营 但我们知道是什么情况呢 就是说乌克兰这个石油公司 Burisma这个石油公司是半国有半四亿 是很大的一个东西 这里都贪腐 乌克兰是非常非常贪腐的国家 大概在全世界贪腐国家里 大概排名前五的 那这个时候就是乌克兰政府 乌克兰政府要调查 这个Burisma这个道理是跟他们的陈贵 有没有什么关系 找了个检查 检查去调查 可是这个Burisma这家石油公司 就花众资请了这个Hunter 做他们的这个理事 你既然做我们的理事的话 那你就要保障我们 谁来保障 你爸爸来保障我们 所以现在出现一个情况 就是什么情况 大家会认为说 拜登就打了电话告诉他说 你不要再去动这家公司 你把这个检查官给我炒掉 炒掉之后这个钱 我才给我给你 所以现在是有这个说法 那么这个说法用的是什么证实 这些证实就是拜登 拜登自己本身有一段影片 他在这个外交事务协会上有说 他说是说 这个人不听我的话 他说你不听我的话 我就告诉你的老板 你的欧巴马等等 拜登说你打电话给他 你看他到底听谁的 你不把这个检查官换掉的话 我绝对不会给你这个钱 结果不到六个小时 这检查官就被换掉了 所以这个布里斯玛这家 这个石油公司也没有被调查 那也就是说什么呢 就是说如果这个东西都是真的 我们现在没有办法 没有直接的证明 如果都是真的话 那么就是说你找拜登 做他这个布里斯玛的这个董事 是成功的 是有用的 这里头还涉及到另外一个 就是华能 中国华能公司 被告之一叫做何志平 这个人已经坐牢了 也放出去了 回到香港 他的太太就是原来一个 很有名的中国的一个 香港的一个明星等等 这里头他也涉及到这个钱 他就贿赂 贿赂联合国的其他的 乌干达这些国家的官员 然后他跟亨特拜登签了一约 想要办法在美国这个地方 能搞出一些开钱的 这些油田的这些事情 所以这里头一大堆东西 那都是亨特拜登在里头做的 那座里头有很多问题在里头 现在大家这个民主党 民主党都说 民主党都第一个 他爸爸是谈天气的 没有任何问题 第二个呢 你要知道拜登那时候很难过 他老大2015年死掉了 就是病死了 脑瘤死掉了 他心里非常难过 他很爱护这个小孩子 他很讨这个小孩子的喜欢 那小孩子呢 就是亨特 亨特就想办法 要维持家里的生活 你知道 他当然是当副总统 好像这样的钱也不是那么多 很多开销 他儿子在帮他 亨特帮他在外面赚很多钱 这个钱当然是要大家合作 我用你爸爸的名字 你们看我爸爸的面子 我们把你生意都在一起 我中间收点什么钱 他就在搞这些东西 当然他的私生活有问题 又是吸毒 又是玩女人 又是干什么 等等这些事情 但这个都是亨特算在一起的 所以昨天就出了这个事情 说礼拜一 礼拜一就是这个听证 这听证如果你认真报的话 如果追下去 哇 这是很新闻的 起码可以走 可以报个两三天的 可是这个新闻 在昨天就被起诉 川普这个事情 彻底给他打掉 没有人要去听 汉特拜登的事情 整个事情到今天为止 到现在看 到明天 都是川普被起诉的事情 所以就有转移目标的这种可能性 所以我们刚刚说了 他这个报告 最正这个起诉书 基本上是跟这个 一月六号委员会是差不多的 你早点为什么不把它弄出来呢 为什么这个说 所以他们现在是说 后面还有很多事情会出来 跟川普 那都要看 拜登自己这边 他的选情有没有受到威胁 好了 那最后呢 我最后要讲就是说 这件事情 就是这个 这个哈勤这个事情 就是这个 昨天听证的这个事情 是跟上个礼拜五 又有严密的关系 记得上个礼拜五 我们有报道 就是这个汉特拜登要去认罪 要去认罪 说我吸毒 还有这个 填报不实的这个资料 买枪的时候 当时的法官 在戴罗尔这个法官说 你们搞错 我现在发现 你们这个联邦调查局 还有司法部跟拜登 你们是合在一起的 来骗我 你叫我给他一个 盖个橡皮毒章 给他一个永远的豁免权 就是从今天开始 到未来 不管拜登 亨特拜登 有任何其他被起诉的事情 他都可以豁免 他说是这样子吗 你们司法部是这样子 跟人家签的约吗 让人家过 以后犯罪都可以没事 你们是这样签约吗 结果那简单观众不是 我们不是这样签 我们只有说现在 这一下就把那个 亨特拜登的律师搞毛掉了 我们原来不是这样讲的 我们原来讲的是 所有的他犯罪的事情 都不要提了 好了 最后两个人打出一个协议 什么协议呢 就是2014年到2018年 这段事情 所犯的事情 不要提 不要提 他受保护 受所谓特权保护 也没有要去保护 法官说你们这样搞 我不相信 你们30天之后再来 所以从礼拜五开始 到未来 30天 这里都很大的变化 这个变化包括川普的案子 还有他自己 拜登本身的案子 这就有很大的变化 到底是什么样的认罪条件 怎么样才能豁免 因为2014到2018 刚刚好就是 我们刚刚讲到 这个亨特的 他这个合伙人 所认贡 所招贡出来的 这一团事情的 这个时间轴里头 所以在这些时间 犯的事情 刚好也是什么 也是拜登 在当副总统的事情 所以他在利用 副总统的情况 在这个职位上 他的儿子 这个拜登 利用他爸爸当副总统 这段时间 在外面所兜的钱 那这个就有一个大的 所以唯一的一个罪名 就很简单 就是他替外国人 做游说 而没有登记 就是违反了一个 Foreign Agent Regist Act 叫FARA 他没有登记 如果你登记的话 那就没有问题 你没有登记的话 而且用你爸爸这个名字 在做的话 那就很危险 严重来讲 我们可以说是叛国 然后你这边收钱 所以这个事情 如果都烧上去的话 烧到拜登 说拜登你的确知道 你还帮你儿子 做这个事情 虽然你故意说 我们来谈天气的 你在一个灰色地带 做这个事情 抓不到你 没有证据扣到你 到现在目前是这个样子 没有任何证据 但共和党认为就不是 我们的证据都够了 所以共和党要做的事情 什么事情 共和党做的事情 在明天后天 后天以后开始 就要继续追这个单子 追到一个什么成果 追到一个足够的调查结果 他们要开始去 弹劾拜登 弹劾拜登 所以这个弹劾拜登的时间轴 就跟川普本身 这几个案子 要受审的这个时间轴 就交在一起 交在一起 就是明年的时候 在明年三月的时候 明年三月 川普在纽约市的 第一个案子要开审 这个案子大概审两个礼拜 要开审 但在三月到五月这段时间 是共和党的提名 提名总统 所以在五月的时候 你川普要凑够足够的票 能够拿到这个被提名 被提名之后 就是七月份开党代表大会 所以五月七月这段时间 是川普的所谓的空档 可是这个空档是发生什么事情 他这个空档又被告了 五月份开始 明年五月份开始 就是佛罗里达的密件案 就是他把这个机密文件 搬到佛罗里达 这个案子要开审 五月开始 这个案子可能审比较久一点 回来来去很久 到这个十一月就选举了 明年十一月就选举了 所以在这段时间之内 川普到处跑 到处跑 这边先出庭作证 然后明年又为那个地方出庭作证 到处出庭作证 同时他要去打选战 好了 这是川普的明年要忙的事情 如果明年同一个时间 共和党决定我们要弹劾拜登 所以明年同一个时间走的时候 明年就已经说三月份开始 或一月份开始 就是重新选举回来 过完Christmas 还有新年回来之后 重新开议 这段时间就是共和党开始要弹劾拜登 所以明年就两条大线 一个是弹劾拜登 能不能成不知道 不重要了 为什么呢 主要重要的是就是政治的效应 影响大选 这边就是川普天天跑法院 跑完法院跑竞选场 竞选竞选场子 来来去去 所以明年我们大致上会看到这两条线 将来很过瘾了 如果要喜欢政治新闻的话 有八卦的东西玩 明年就是忙得不得了 全美国或全世界都会来盯这个结果 这里头当然是看谁会赢了 到目前结果 就拜登的主线 就把这个川普的主线就是说 你看 这全部是政治打压我 政治迫害我 从这个通恶案 从这个通气我 还有这个通恶案 还有到这个乌克兰这个案件 两次这个东西 两次的弹劾 一直到现在 你们都在追杀我 还有包括这个所谓大选 你们既然能够前面两个陷害我 为什么大选不能陷害我呢 所以川普会把他自己打压成一个政治受害者 政治受害者 那拜登这边就是说 这关我什么事 这是我儿子的事情 你拿到什么证据 说我帮我儿子在推销生意 做什么事情 没有 所以基本上就会有这种反反复复的事情会出现 所以明年就会变这个大的事情 所以这个大概是今年 今年这样讲完之后 就是剩下都是 其实都是一些序文 因为我们大概都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情 那明年开始的 还是比较精彩的事情会发生 那全世界当然都很紧张了 对不对 美国总统是出现 最后的结果是谁 跟一个每个国家 还有特别是包括 我们自身来讲 台湾啊 中国啊 香港啊 都有很大的很大的这个 这个意义啊 跟这个未来这个影响在里头 好 我们今天跟大家先分享到这边 谢谢大家收看 我们下次再会